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蕾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优衣库的主题是他们家的包包 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请继续收看吧 那说到优衣库家的包包呢,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轻便 然后耐装,然后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那加上近几年的优衣库在包包方面下的功夫也是蛮多的 所以呢,它的一个话题度也是很高的 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优衣库家买的一些包包 以及就是今年它推出的一些新款的包包有什么推荐的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们就按照最早买优衣库包包的这个顺序来和大家分享吧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其实说到这个呢,有点像我们这种一代网红 就是非常久远的一个话题度很高的这个包包 它是一个尼龙材质 当时其实也是出了很多很多颜色 大小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差不多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就是也是尼龙材质防水的 然后它有一个拉链的一个设计 那就是对于你的一个保护性的非常好的 里边呢它是没有任何格子 就是非常一个袋袋 然后外面它就有个搭扩的这个袋 你放一些随手拿的东西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这个袋子呢也是可以随身的就是缩的长短 就是你想就是背的就是短一点啊背的长一点 或者说根据不同的一个身高去调节 我觉得这个包呢其实还是非常合理的 然后呢它是尼龙材质 所以非常轻还有点防水 当时呢其实因为它出了很多颜色 我也是在很多颜色当中犹豫 然后挑选了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美粉色吧 那上身的效果呢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非常的轻便 然后呢可以根据你不同的衣服呢 去调节它的长短度 那夏天的话呢可以背的松一点 那冬天的话衣服很厚嘛 你可以把它放长一点 所以呢当时真的觉得这个包是很实用的 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就是发现日本就是很多人都买这个包 其实走在路上也看到很多人背 然后呢也觉得蛮可爱的就去买了一个颜色 那后来呢就是它话题组也就慢慢的下去了 因为呢又一会出了其他的新款了 那第二款买呢是当时因为这个靠子的联名系列非常的火爆 然后它出了T恤衫也出了这种帆布包嘛 然后就买了一个还蛮蛮百搭的这个图 那当时还有这种蓝色啊粉色啊 然后就选了这个比较百搭的 然后后面有非常经典的 它的一个两个就是大叉的一个标志嘛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已经很皱油用了很久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就是很普通的这种就是那种帆布包 平时你不管是出去买东西啊 或者说是去上学啊或者上班啊 其实它都可以用 而且它大响其实是可以放进我们的一个A4纸的 就是你竖着放 或者说放我们的笔记本电脑 就是不要太大的话一般都是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的牢固 它这边缝制非常好 然后价格呢当时也是非常好 差不多算下来差不多 也就人民币一百块都不到 这样一个帆布包 而且又是一个联名款 真的非常不错 当时这个包也真是抢的也疯狂 也正好就是和机器人一起把它购入 觉得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现在用下来呢 就是也是很舒服 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包的时候 然后又想装很多东西 我就会选择这个帆布包 那第三个包包呢 应该是两三年前 优衣裤和J.B. Anderson家联名款 是当初的一款牛仔的包包 当时它其实应该还出了其他的颜色吧 我就觉得这款深的非常的耐用 那说到牛仔 大家看过我视频的朋友 应该知道我喜欢这种深的牛仔 我觉得比较衬肤色 好搭配 但的话呢 我觉得春夏也是非常好穿的 那这个呢 因为它是这种条纹的 然后里边呢 它虽然设计非常简单 就只有一个小袋袋 然后其他都是空的 一般呢 我就是如果说装电脑 然后去公司的话呢 我可能会用这个包包 因为真的非常的重 然后包身一定要很轻 才会非常方便 那外面还有这个小袋袋 我觉得放一些小东西 也蛮不错的 还掉了一个小挂饰 这边还有个小花 设计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然后整个体的包包呢 是非常软塌的 是没有什么造型的 但你放东西进去的话呢 可能它就会好一点 然后这个袋子呢 就它不会特别长 也不会特别短 那这个长度就是 你适合就是手腕拎啊 或者说肩背啊 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作为一个牛仔包包 我觉得真的还蛮可爱的 那刚才分享三个包呢 真的是还蛮久远的 那接下来分享两个呢 是去年到今年为止买的包包 第一个呢 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 就是有一个U系列家 去年2023年秋冬出的这一款 就是小的这种包包 然后呢 是在打折的时候 入的真的非常划算 就这样一个 它出了一个正常款的 然后我这个呢 是迷你尺寸的 我觉得可能更可爱一点吧 反正我装的东西 也不是很多嘛 它这个就是这种抽绳设计 里边它真的还蛮贴心的 还帮你做了一个 有拉链的这个斗 这个是U系列的 然后做个兜兜 这样的话呢 很方便 然后这样一拉 这样就是关键 你要把它背得好看的话 就把它翻下来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袋子呢 也是可以就是收缩的 然后它这边的大裤呢 是做的这种磨砂材质 我觉得很有质感 很有U系列的这种风格嘛 也是可以随便调节长度的 那你想背的这个 就像胯包一样这样背 或者拉长一点都可以 我就真的很方便嘛 它也出了很多颜色 那说到这个呢 就是今年2024年春夏 U系列当中 其实也出了这款包 也出的是迷你的尺寸 然后出的颜色也蛮多 有百搭色 还有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 就今年出的一个蓝色 就深蓝色 还有个姜黄色 我觉得蛮可爱的 我有考虑如果说 它降价的话呢 可能就是把它入一下 因为我觉得 你用了这个之后 真的非常的方便 你就觉得好像 我想要背一个小包出门 我就会选择它 很方便 真的很轻 然后你即使装东西 也不会觉得这个包很重 而且它是很自由的嘛 就随便你 根据你装的东西不一样 它的可能形状会不一样 就是很随心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个包包的 那还有个包包呢 就是优衣库家 话题度非常非常高的 饺子包了 那其实从前年开始吧 这话题度很高 然后我一直没有考虑入 因为我选不好颜色嘛 然后后来又出了 和马里美库的 联名款鞋饺子包 又和C系列出了饺子包 就是很多这个联名款鞋 都有出过这个饺子包 后来我也和大家分享过 我终于入了 今年春夏的这个新的颜色吧 就是这种淡的粉色 这也有出过 就是类似于这种 就是深的这种美粉色 也蛮可爱的 我想买的时候 已经买不到了 然后今年出了这个淡粉色 今年还出了个淡紫色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然后呢就把它入了 那我觉得用 然后用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般般吧 就没有话题度当中 那么的好用吧 其实比起这个呢 我可能更加喜欢 刚才这个U7这个包包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 更加方便 更加的能够 就是做出一些造型嘛 那这个可能还蛮普通的吧 但是用还是蛮好用 很轻 然后这边呢 是很软软的感觉 那拉链 也是个拉链设计嘛 然后里边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敞开式这种小兜兜 那我有看着评论 就是说希望它能够里边 做一个就是有拉链式的 这种比较密封性 好一点的 这个就这个兜兜 可能会比较的 就是简陋吧 这样的感觉 然后整个包上 是非常轻的 我觉得这个包背上 生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 可能造型有点普通吧 就这个包的话呢 可能会更加特别一点 更加有造型 那这个包真的 实用确实很实用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没有就是 就是像话题度 那么高的一个 时尚感觉吧 那刚才简单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从很久以前 买的优衣股价的包包 以及近几年 买的一些新款 那接下来想来 分享一下 今年出的一些 优衣股价的包包 可能值得推荐的 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到底有哪些呢 那第一款要推荐的包包呢 就是这款包包 今年2024年春夏 优协价出的 也是这个明年尺寸 它出了四个颜色 那那个黄色和那个深蓝色 我还蛮喜欢的 另外两个的颜色 我觉得也蛮百搭的 但是可能会比较普通一点 那这个呢 就是它真的很轻 你想就周围装一点点东西 然后呢 又要一个很轻的包包 那这个还蛮推荐 而且它就是 对于我们就上身 就是弄造型的话呢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所以真的还蛮推荐的 但是就是在平时搭配的 我觉得你可能 比较适合一些 比较休闲的 或者说是比较中性化的搭配 更适合这个包包 那如果说你穿裙子 很舒适的感觉呢 我觉得可能 就是这个饺子包 那可能会更加适合一点吧 当然这个也可以 做一些搭配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 那种U系列的风格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休闲 或者说中性风的搭配呢 跟这个包包呢 可能会更加适合啊 那第二款要推荐呢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实用的包包 就是今年优衣库和Innes 就是最终联名款系列当中 出的两个颜色的 一个帆布包 那它呢 虽然其实整体看上去 是非常普通的 但是呢 就是它的一个 很多格子的设计啊 以及它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 就是实用度的一个感觉 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那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就是推荐大家 在降价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有需要 想要这个帆布包的话呢 还蛮推荐的 因为它真的很实用 然后呢 容量也很大 对于你平时 如果说买菜啊 或者说是需要装 笔记本电脑出去的话呢 这个还真的蛮推荐的 那第三个推荐呢 其实是从去年开始 就非常流行度 很高的一款 优衣库家的一个 仿皮的包包 那这种包包 可能在网络上的一个 就是流行度呢 可能并没有那么高 话题度 但是呢 其实你走在路上呢 你会发现很多日本女生 尤其是喜欢那种 群装打扮的日本女生 特别喜欢背这个包包 然后呢 去年它出了 就是好像出了三 两个颜色吧 一个深的咖啡色呢 非常瘦球 你在路上看到 背这个包包 大概十个人 就是十个背这个包包的人 里面大概九个人 都是买这个颜色的 然后呢 它在今年的春夏 推出了另外一个颜色 就是白色 然后我觉得也蛮可爱的 因为其实我 自己在包包里面呢 白色的包包真的很少 除了就是可能 帆布包会比较买白色 其他的一般就是 像这种皮质的包 或者仿皮质包包 买白色总感觉很容易脏嘛 所以呢 就几乎是没有的 那这款包包呢 它是个仿皮的 然后呢 是表面很光滑的 我觉得这个白色 还蛮特别的 我其实有去店里背过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 它可能真的很适合 那种群装打扮的女生 所以呢 我平时其实比较中性 穿裤子比较多嘛 这款包包我觉得 背的可能不是很适合 但是包包这个风格呢 我是蛮喜欢的 所以我还在考虑 当中是不是要买 如果说我找到 就是合适了 就是着装 去搭配这个包包呢 我可能会入 然后这个包包 真的在日本还蛮有人气的 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店铺里面看一下哦 那第四款的推荐包包呢 是现在优衣库还没上市的 那就是2024年 优衣库和JedeBanderson 联名款线当中 出现了一款帆布包 那之后呢 也会按照老规矩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款联名线 提前看的分享内容 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记得到时候收看哦 那说到这个包包呢 JedeBanderson 其实每次 联名款线当中 就是不管是春夏 还是秋冬 都会出一些 就是比较 就是实用的这种帆布包包 那像我这个帆布包包 也是的是一个春夏款 那之前呢 就是去年秋冬 它出的一款 就是也是一个 就是正方 类似于正方 长方形的这种帆布包包 但是它的手柄太长了 所以呢 我没有选择把它购入 也是很有人气的 然后呢 今年的它就是 新款呢 它是回归的 就是类似于这种 就是手柄是差不多 长短正好 然后呢 是这种有点偏 就是横过来 这种长方形的这种包包 然后呢 那包形也是我蛮喜欢的 那虽然还没有上市 但是我看图片呢 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个呢 其实是我在它降价的时候购入 因为我觉得可能不是 对于我来说 不是一个必需品嘛 那今天出的这个新款呢 虽然还没有上市 但是我看了之后呢 还蛮满意的 如果说人气度不是很高的话呢 我也考虑在降价的时候呢 考虑入一个 因为给我的感觉呢 真的是很干净 然后呢 又很实用的一款包包 如果感兴趣的话 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哦 好 以上就是今天 优异固家包包分享主题的内容啦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那如果说你对优异固家的包包感兴趣 或者说正在犹豫考虑买哪款的话呢 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 那能够给你帮助和参考 那如果说喜欢今天的视频内容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那我的视频内 会去分享更多 我在穿搭方面的一些感想 还有呢 我的优异固家分享主题 还有呢 偶尔会有毫无分享啊 或者说是有关啊 我的在日本生活的一些 所见所闻所感等等 那如果说喜欢我的风格 请用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哦 好 最后祝你们生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